世足季节到了 想要像欧美影集里面演的一样 跟朋友一起边吃边喝边看球赛吗 在台北华山创意园区有一间披萨店 老板本身热爱运动 所以他推出了户外超大萤幕 现场直播球赛 一边看球赛 一边还可以享受独特的南非口味手工披萨 紧定萤幕全神贯注 球迷们表情跟着球赛改变 上一分钟欢呼呐喊机长叫好 下一分钟哀声叹气 虽然就看球心情是起伏不定 不过不变的却是手里抓着的 美味披萨和店里热闹的气氛 又有大萤幕可以看运动比赛 又可以有同好一起讨论 可以一边用餐一边看自己的兴趣 非常的好玩 非常有趣 对 大家都可以过来 其实这边用餐气氛还蛮不错的 因为有一个户外的大电视 也可以喝酒 有点像美式的风格 一国酒吧的用餐氛围 这间位在台北华山创意园区的披萨店 吸引不少外国客人 因为这里有最道地的意识披萨 饼皮酥脆 带着浓浓番茄起司香 小朋友吃得咔子咔子响 这个披萨跟美国的披萨不一样 这个披萨跟美国的披萨不一样 是因为它的底很薄 所以比较像意大利的罗马式的披萨 因为罗马式的披萨也是这么薄 意大利文好吃是说buono 然后首饰是这样 buono buono 让意大利籍客人一口接一口的家乡味 做法很讲究 先将拳头般大小的面团 打上面粉压平 接着师傅动作俐落 上下来回滚推 就像变魔术 饼皮马上变大三分之一 这时得掌握平均失利的关键配方 主要是就是两只手的力气要一样 这样的话的面皮厚度才会平均 然后尽量就是让它是个成圆形 所以在擀的中间过程 就是要看看哪一边是特别薄 或者是特别厚 然后再做休息 擀好饼皮拍掉多余面粉 裹上店家自制的新鲜番茄酱 豪迈的两手捧起大把起司 加上翠绿菠菜 牛番茄片 鸡鱼 撒上橄榄 羊奶起司 五颜六色的配料就像漂亮的桃色盘 最后得放进店里的秘密武器 特制红砖石窑 它的石头香 这个石头烤出来的那个温度 会影响到整个披萨的感觉 吃起来的口感都一定会有差别 那每一个炉子 你看我们的炉子 你们刚刚有拍到说 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孔嘛 那其实每一个炉子的温度 炉性都不一样 食药三层 温度各不相同 放进炉里的披萨 就像有生命一样会呼吸 扑滋扑滋 隆起的饼皮 一上一下 仿佛在吹口香糖泡泡 高温200度 4分钟定型 才得换炉 降温100度 再烤4分钟 精准掌握温度 烤好的披萨 酥脆听得见 嚼香金黄饼皮 浓浓的羊奶起司 混着橄榄三茄香 带着鸡鱼鲜味 我觉得它的口感还不错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起司 然后它有一些鱼鱼 而且我觉得这间店 比较特别的事 就是它是用摇烤的 然后它这个薄皮的 跟一般外面厚片的就是差 就是我觉得口感还是有差 比较脆啊 然后里面就是 有 比较有层次感 对 然后还满香的 然后吃起来像什么 像饼干 对 然后上面有很多汁 对 就是不一样的口感 喜欢海鲜的朋友 可别错过海鲜口味 吃得到整只虾子 鲜甜花枝 孔雀蛤 让人吃得好满足 那个海鲜都还蛮真材实料的 而且感觉很新鲜 对 然后搭配的酱汁也很爽口 应用市足赛推出的南非Visa 这是当月的限时供应 特殊咖啡色南非香肠片 酸甜酱汁融合番茄酱 相当特别 店家还有一道特殊美味 汇爆浆的半月形意大利派 做法就像包饺子 满满馅料包进面皮里 大拇指折出一朵朵细致花纹 放进烤炉里 不一回而这外形就像 居无霸饺子的半月形 金黄总会派登场 酥脆的外皮 浓浓的起司 洋虫好料 全都在里头 我觉得它饼皮好像有撒香料在里面 因为我吃起来的时候就香香的 我觉得 而且它很脆 就热热的时候吃 配上它那个起司吃 感觉很不错 英国街的老板Mark 旅居意大利期间 爱上义式风味披萨 虽然他低调不愿意接受访问 不过从店里特殊的厚现代装潢 秀得出老板的文艺气息 我们老板很喜欢跟一些艺术家 做一些合作 那会有一些不定时的展览 比如说画展或是摄影展 会放在我们这家店 看球赛 赏画作还能品尝 口味道地的薄片披萨 让人仿佛有置身在 异国酒吧的轻松氛围